那我就跟胡迪 透过这样的机会 就去看看能不能浸测一下 都很坚持地跟他谈了一会儿 到最后呢 我都送了一本风音小冊子给他 理由就是用了 说不定这本可以帮你制作街头的摊位 他都收了 所以就 在这一天里面 我发现原来坚持在传福音里面真的很重要 因为如果那时候就立刻放弃的话 那我们就连杀种的机会都没有 接下来那两天的街头报道 我都被坚持这个信念激励着传 虽然最后我都没有什么收割 我只是做到杀种 但是我都很满足他的杀种工作 去到第三天就是24号 那天就是平安夜 就是报价音 那时候我就很想着很简单 唱歌而已 应该不是很难的 谁知道就被传道人 他邀请他去做一个喇叭 那这个喇叭的角色就是 去到每一个地方 就大声地跟那些路人 就是用尽自己的声音去介绍我们的教会 去介绍要做些什么 然后就立刻打一个冷静 不是啊 要做这样的东西 我真的还没试过 所以去到最后 临出发的时候 我都未做职号应该怎样说好 但是那时候我就想起 在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用了诗篇 46篇1至7节 去鼓励弟兄 在这一次的短宣里面 所以我就 对我最大 因为当中最大的经文 对我最大的鼓励的就是 第一节的 《神是我的…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那我立刻重新反思一下 我当初不是用这一段去激励一些的弟兄姊妹吗 现在为什么变成自己害怕呢 那我就… 就重新反思 就是… 我… 我就… 害怕什么呢 就是… 到了那一刻 其实我想通了 就是好像叮一声就… 就是虽然还有点害怕的 但是起码我那个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 就… 就立刻想起 即…立刻就好好地组织到应该说些什么 那…就… 之后下来呢 就… 都可以用尽… 用尽我的声音去… 介绍我们的教会 我们做些什么了 虽然后来呢 我发现原来我说错了两次 我把欣福马安山堂说成欣临马安山堂 但是… 即…我也感觉到 原来神是… 即是给了一种很大莫大的力量 很大的鼓励给我 那…在这一次的短书里面 真是…其实很满足的 原来跟一帮… 志同道合的弟兄姊妹 就算是刚刚认识的也好 原来一起去同一个目标去… 原来整件事都很有力量 好有… 好美好 虽然… 整个短书里面 我做不到收割的工作 但是… 我至少去… 即… 坚持地去杀种 那我都… 很相信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那些种子都会可以去… 开花结果 回来神的家 所以就… 在这次的短书里面是… 很大的鼓励和得着 那… 你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每次见到我们教会的青少 特别出来讲见证的时候 我都… 我都觉得我们教会 将来很有盼望 我们是很有希望的 阿威呢 其实是… 记得是熟悉的开始 是去年在澳门短孙 他已经参与短孙了 接着呢 就… 又是参与 YMCA的关内小组 记得他呢 就是… 你刚才听到 他是这里的毕业生 其实呢 是很好的 他呢 他呢 去回这个关内小组 他呢 去… 去… 就是… 去接触回这里的学生 他是… 记得上一次中一的 最后一次呢 阿威入了CAM 那他那组呢 就… 见不到阿威 那那组呢 十个的学生 中一 很失望 很痴趣的 就是那些学生 很喜欢阿威 可能呢 大家有同一个DNA 所以其实呢 是… 看到他们呢 我觉得很感恩 今天呢 和大家呢 去看保罗 那我想呢 先和大家 读了这一段经文 先因为呢 都比较长 我们读了 大家都有一个概念 那呢 就是呢 请你拿你的… 就是… 程序表 那个的 《港道大纲》里面 就有这段经文 《史诺行传》第九章 一至三十一节 那我就会… 我先读一至十节 请弟兄呢 就读十一至二十节 然后姊妹呢 就是二一至三一节 塑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 凶杀的话 去见大祭司 求文书给大马时隔的国会堂 若是找着信奉者道的人 无论男女 都准他捆绑 带到耶路撒冷 苏罗仍怒 将到大马时隔 忽然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对他说 苏罗苏罗 你为什么逼伯我 他说 主呀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逼伯的耶稣 起来进城去 你所当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同行的人站在那里 说不出话来 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素罗从地上起来 睁开眼睛 竟不能看见什么 有人拉他的手 领他尽了大马时隔 三日不能看见 也不吃也不喝 当下在大马时隔 有一个门徒 名叫阿拉尼亚 主在仪像中对他说 阿拉尼亚 他说 主我在者女 请弟兄 主对他说 起来往前解去 再由大迪家里 访问一个大宋人 名叫塞罗 他应同步 他应该灭一个人 名叫阿拉尼亚 尽来感受在他身上 叫他临臉 谨畢 大人私下 主。 主宜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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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 主任 主。 主任 主任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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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她说话 她在大马士 fingers 怎么奉耶稣的命 放胆全道 又述说出来 于是 厨留在耶路撒冷 和门屠出入来往 奉主的命 放胆全道 并语说 希腊话的 犹太人 赶论辩驳 他们却想法 指要杀他 弟兄们知道了 就送咖 打发他 往大掃去 那时 犹太 加利利 萨玛尼亚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 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了 大家可能都听过 《圣诗奇异恩典》这首诗歌 都很熟悉了 而且都是一首经典的诗歌 《圣诗奇异恩典》的作者是若翰·牛敦 他未信主之前 他是一位的水手 他过着一些奢侈淫日 道德败坏的生活 早期以贩卖奴隶 到第三世界工作为新 其后他自己却是沦落成为其他人的奴隶 后来展转在一艘贩卖奴隶的船上 海上高做了船长 一晚当他在船里面的时候 海上高波涂洶涌 大海翻腾 他心满意为一定会被路海 即是夺去生命的时间 他就即时想起曾经读过的基督徒的见证集里面的内容 他想起主耶稣 于是他就悔改信主 结果回转过来 改变了他的一生 他是一个英国人 他回到英国的时候 成为了十八世纪福音运动里面的领袖 和约翰和查理韦斯利等人 成为教会里面的中坚分子 在他去世的时候 他在《慕自明》上高 刻着自己的所写的内容 这个就是他的墓碑 上高可以放大一点 他刻了他自己写的内容 我找到一个翻译 也挺有趣的 四个字四个字 他译了墓碑的内容 里面他这样说的 牛敦若汉 生长英伦 离京叛道 罪恶沉伦 放逐非洲 生惊大劫 蒙主恩幼 李显如怡 且应圣迹 年八十三 持世安息 很简洁地将他一生 就是写了出来 他后来成为了牧师 他其实之前放逐过去非洲做奴隸 他后来成为了牧师之后 他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传道者 还有他是一个很多作品的一个圣诗的作家 他一生写了二百八十首圣诗 其以恩典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作 我们看回保罗 保罗信主和蒙照 其实那个经历比牛敦更加戏剧化 被电光击倒 主亲自和他说话 还有失明然后三天之后恢复视力 这些都是不是一般人有的经历 但是其实拿开这些特别的现象 保罗的信仰转变的过程 也都可以成为我们信主的人 经历的一些借镜 如果我们问 什么原因导致保罗信主呢 答案其实很明显是 神藉着耶稣基督的恩典 保罗并没有厥制信主 相反地是基督定义揀选了他 而介入他的生命 在信主之前 保罗是一个极端反基督教的狂义分子 在使徒行转第九章之前 保罗其实已经在经文里面出现过三次 每次都是说他仇恨基督教 仇恨基督徒 以及教会的增长 而去做一些拘捕 一些殲滅的行动 第一次是在使提反殉道的时候 在使徒行转第七章58节告诉我们 当使提反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作见证的人将衣服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 素罗的脚前 而且素罗在第七章30节告诉我们 素罗都喜欢他这样被人用石头打死 然后保罗就开始在第八章3节那里 残害教会 他逐家逐户搜寻基督徒 逮捕男女下到监狱去 现在路家在少详传里面 继续讲述保罗的事 在第九章1节说 保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 在目击了使提反勇敢地为主殉道之后 保罗完全没有改变过 他仍然活在痛恨和仇恨基督的精神状态里面 第八章3节他指出 素罗却残害教会 进各人的家 拉着男女下在监女 通常当时各个目标只看男士 但现在女的都被拉 其实你看到他 其实就好像底地逼害基督教 于是信徒就开始四散开去其他的城镇传福音 第九章开始就是保罗在耶路撒冷祭司里面 拿到第二部基督徒的功效 明正言顺地去到大马式去缺拿基督徒归岸 主就在保罗前往大马式的路上向保罗揭示了自己 为什么保罗是这么热心逼迫基督教的呢 这个其实跟他的出生背景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保罗原名叫素罗 什么时候转了做保罗呢 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九节那里 所以以下来我也是讲保罗 因为保罗比较熟悉 素罗可能你会想起旧约那位 保罗是大素人 大素位于今天的敘利亚和土耳其的交界 是一个非常优雅高贵的大学城 在古时候的小雅细亚 有三个著名的大学城 大素是其中一个 而其余两个就是雅典和阿历山大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哈佛耶路和普林斯顿一样 保罗的爸爸是罗马公民 也是正统的犹太人 保罗承计了父亲高贵的身份地位 而且他是法尼塞人的世家 保罗自然也承计了法尼塞人的遗传 在《肥纳比书》第三章五节 保罗他说了自己的身世 那里这样说 他说 我第八天受割礼 我是以色列族 变雅敏之派的人 是希伯来人 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说 我是法尼塞人 保罗是完完全全旧约 第八天出生之后受割礼那只 是一个很传统的犹太人 在《使徒行传》第22章第三节 保罗亦都这样说 他说 我是犹太人 出生在基里加的大嫂 却在耶路撒冷长大 在加玛列门下受教 接受过祖先一切法律的严格训练 热心侍奉上帝 跟今天在场的各位一样 这里保罗说这段话的场景就是 当他转变了之后 在会众面前 他自己去做一个示霸 保罗大概在13岁的时候 在行过犹太传统男子的成人礼之后 保罗就被送到耶路撒冷 去接受最高程度的犹太法典的训练 这个最高程度的训练 就是归到律法师加玛列的门下 为什么是加玛列 因为加玛列被形容为完美的教法师 在他诠释底下的律法是无限可激的 保罗在加玛列的教导之下展开了一连串的训练 完成了他一切的训练 然后回到大数 因为我们看保罗的说话记载下来 好像没有迹象是表示保罗曾经和耶稣在在世的时候相遇过 但是因为保罗是当他在加玛列门下完成了训练之后 他顺理成章就成为了一个严谨的会堂的律法教师 热成严谨严厉严厉 法利财派识 这些教导贯串着一向大数以来的优良的犹太传统 也继续影响着大数的犹太人 因为有很多犹太人都定居在大数这个地方 到了使提反的时代 保罗就重新回到耶路撒冷 可能是因为基督教被讲返在这个地方的传阳的关系 保罗成为了热心的反基督徒的抗议分子 因为他是讲希腊里话的犹太人 是在以色列以外生活的 故此他已经被希腊化了 使提反又正正是这些讲希腊话的犹太人的会堂里面传扬耶稣 使提反本身也是一个被希腊化的犹太人 他向自己的同乡传福音 有很多犹太人归信了主 这些人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 附上了赎罪架 耶稣从死到复活成就了救人 使得相信他的人有永生的盼望 他们对这个信仰极度热心 以至教会增长迅速 身为名门正统的犹太人 有着严谨教法师训练的保罗 一定要阻止这个不知道在哪里的新兴教派的妖言或众 所以他一定要制止使提反的言行 把基督徒踢出会堂 所以保罗带他去搜寻这个基督徒 把他们陷入监侣 并且以强迫他们 涉逐耶稣的名为惩罚 当他成功地在耶路撒冷 讲述了这一班基督徒 之后他就计划去大马士革 继续剿灭这个基督徒 为什么是大马士革 为什么不是撒玛利亚 因为福音在那时候也去到撒玛利亚 大马士革原来在古代的时候 被形容为珍珠和宝石 因为这是一座白色的城堡 坐落在青葱翠绿的草原之上 东方人称这个城堡为人间天堂 在远至阿伯拉罕的时候 这座城已经存在了 它与耶路撒冷相距160里 当时的人口有15万 在保罗时代来说已经称为一个大城 有很多犹太会堂 相信当时的基督徒没有离开会堂 仍然在那里聚会 结果归信基督教的犹太人就越来越多 所以保罗启程前往这个举足轻重的城镇 祈祷阻阻止基督教势力在这里蔓延 它在这个去情的路上 改变了保罗的一生 也对基督教的发展影响成为一个重要的转捩点 就这样我们进入了第九章 保罗同主相遇的经文 保罗同主相遇的经文除了在第九章之外 其实在使徒行主另外两处的经文都有出现 就是二十二章六至十六节 以及二十六章十二至十八节 那里都有记载 这三段的经文互相去补足 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保罗遇见主的时候的全貌 第三节开始 一个不是太尋常的经历 开始了保罗改变的罪魔 当保罗向大马式的路上进发的时候 正是烈日当空的时候 我们看到小学人转二十二章第六节 那里保罗这样说 他说 我将到大马式正走的时候 若再响午 忽然从天上发大光 四面照着我 在正午的时候有大光 这个光必然比日头更加光 所以保罗就跌倒在地上 第五节 保罗在强光里面听到主话 苏罗 苏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主叫了保罗的名字两次 就好像耶稣曾经都呼叫过 马大 马大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西门 西门一样 都是为着糾正对方的一些行为 或者想劝导他 而作出的一个语众心详的一个呼叫 就好像如果大家有子女的时候 你想劝他 就会说 子呀 子 女呀 女一样 主亲自向保罗显然 让保罗看到他 我们怎么知道保罗不是只听到主的声音 而是真的看到耶稣这个形象呢 经文告诉我们 在第九章七节 那里形容到 同行的人听见声音 却看不见人 那就是暗示了保罗其实见到个人 第九章十七节那里讲到 阿拉利亚去见保罗 说明是向他显然的主 打发他来叫他能看见的 连阿拉利亚都知道保罗见到主 第九章二十七节那里讲 巴拿巴引领保罗到使徒女 把他在大马色路上 怎样看见主 主怎样向他说话 都向使徒说出来 这次是保罗亲自向使徒去说 他怎样见到主 怎样主同他说话的情况 主让保罗见到他自己 主的荣光使得保罗扑倒在这个地上 叫保罗原本是夸自己的知识 现在是传言的 是俯伏在主的威严的荣耀里面 主接着是问保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 可能保罗会觉得很困惑 耶稣我和你素未谋面 我怎样逼迫你 但是聪明的保罗一定知道 耶稣所指的是保罗 他所逼迫的基督徒 耶稣将自己和信徒 看成为一体 逼迫主的人 就是逼迫着耶稣 在地上触碰着信徒 在地上触碰着信徒 就等于触碰在天上的主一样 所以信徒的苦难 耶稣是一同承受着的 因此主对保罗说 他一直以来是逼迫着耶稣 耶稣提醒我们 信主的人 就是耶稣在地上的代表 我们所有的祭遇 耶稣是全部知道 因为他是我们 是和我们一起去承受住 他明白我们的感受 也是我们公义的主 他会为我们所受的抱不平 亦都为你所受的冤屈 讨回公道 接着保罗就回答 主啊 你是谁 保罗的回答很矛盾的 其实他称呼耶稣是主 但是他又问 你是谁 保罗真的不知道耶稣是谁吗 不是 他是完全明白的 甚至对福音的内容 是尿如指掌 他知道耶稣说的道路 真理 生命其实是指着他自己 人唯有是透过这个道路 才可以得救 甚至连犹太的法律 律法也没有这个得救的功效 他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 甚至完整地听完事提反 在殉道之前长长的答辩内容 引用了保罗熟悉的旧约 直指向尼赛亚 其实就是耶稣基督 他完全明白基督徒所说的真理的全土知识 是跟他受的严谨的论法律法是完全不吻合的 这个不是异端是什么 所以他才一直努力抗衡着耶稣的真实性 直到在大马色路上跟主相遇 所以主要让保罗知道 他一直做的是一件错事 就是迫不残害住尼赛亚 因保罗一直以来 只是信奉着自己的固有传统 而不让神做回神 神有特别的旨意 有神他的空间 他连这个 他也不让神有这个范围 当保罗见到主之后 称呼他为主 但又问他 你是谁 因为他一向以来 以为基督徒所夸的耶稣 是夸张了这个人 并且被证实了 已经死在十字架的那个人 在这一刻竟然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这个时候的保罗 他的固有的信念 完全崩溃瓦解了 一直以来 一直以来使得他感到自豪的价值观 被推翻 使得他有些不知所措 不知怎么算好 所以他称呼耶稣为主 但是又问 你是谁 他从前以为对的 现在证实是不对 从前以为无理取闹的 现在却是真理 保罗就在与主相遇这一刻 彻底地改变了 保罗知道自己的错误 就是以真为假 以假为真 所以 其实人最大的罪 就是不认识 也不以耶稣为神的意志 以他为三位一体的真神 这样敬拜他 因为罪的意思就是 不中的 射不中的红心 射不中的红心 就是错了 错了一个方向 随之而来 就会做错事 所以就会走错了路 做不对的事情 保罗知道他做错了事情 在这一刻他知道 他于是传言谦卑落来 放弃自己所有的 他将自己交给主耶稣 保罗从固有的框架里面 释放了出来 当他遇到主的时候 就成为了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再不让自己固有的信念困住了 在这一刻 他真正以神为神 他明白神有他的主权和能力 是自己未能够知道 也未必能够知道的事情 这一刻 保罗传言的转变过来 我们怎么知道他转变了呢 因为他跟着问 主啊 我当做什么 在使徒行转22章第10节 那里我们就清楚看到 保罗所说的这句话 主啊 我当做什么 信服其实是改变的一个认证过程 因为知道是真的 所以愿意改变 保罗遇到耶稣之后 完全看到他的真实性 就明白自己的无知和骄傲 与自以为是 于是呢 就懂得放下自己的支持 信服在主的说话里面 主跟着呢 就命令保罗去大马士革 等候任命 保罗没有反抗的 这次 照着行 我们就知道呢 他完全这样呢 转变过来 当人完全认识了主之后呢 他会完全降伏在主的面前 他会 不再去问自己 我想做什么 而是呢 他会问 主啊 我应该做什么 保罗被强干击倒之后呢 即刻就没有了视力 第九节呢 他提到他三日不能够看见 并且呢 也不吃也不喝 九章十一节呢 他那里提到呢 他正是祷告 并且在异象里面呢 看到阿拉尼亚 按手在他的身上 他就可以呢 看得到东西 保罗这三日呢 就是禁食祷告啦 大概呢 我想 不会只见到一个 异象那么简单吧 保罗生命转变过来之后 第二个改变呢 就是他安静 和主共话 祷告 有人说呢 祷告就等于呼吸一样 一个 一个BB仔出生 不用教他都懂得呼吸 因为呢 他肺部和外奸的那个压力 使得他一定要大力的吸气 呼气 他的生命才可以维持 所以呢 淑灵生命的旦生呢 祷告是重要维持生命成长的要素 从第九章 以前的经文 我们看到呢 保罗热心追捕基督徒的行动 相信呢 保罗是一个极度活跃的人 甚至可能有 有少少过度活跃 但是呢 当他完全认识耶稣之后呢 主不是呢 哪怕叫他 你快点去呢 去 去 帮我传阳 传福音 主要他停下来 安静 思想 发生的一切 并且等候神的引领 让他知道呢 他要怎样做 等候呢 其实是基督徒的一个智慧 诗篇呢 很多次呢 他说到 那等候耶和华的 必不羞愧 保罗要学的 不是怎样去做 而是学 怎样顺服 等候 所以呢 他三日失明 可能呢 是主呢 要他呢 安静下来 专心讨告 重整生命 听候主明 在九章二十三节呢 里面提到呢 就是在 保罗转变了之后呢 保罗开始呢 在会堂上传福音 然后呢 传传之后呢 第九章二十三节那里呢 提到 过了些日子 才上耶路撒冷 这个过了些日子 究竟有多长呢 过了多久呢 加勒大书 第一章十七节十八节那里 有补充 原来这个过了些日子 是过了三年 那里呢 说 也没有有上耶路撒冷 去见那些比我先作使徒的 唯独往阿拉伯去 后又回到大马时格 过了三年 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 和他同住了十五天 保罗在大马式 有力这样去传扬这个主之后呢 经文告诉给我们听 他去了三年阿拉伯 他去阿拉伯做什么呢 圣经没有说到 有些人认为他去传道 但更加有些人提出了一个更加有说服力的说法 就是保罗需要时间安静下来 在这段日子里面 耶稣向他启示了一些更加清晰的真理 就是有关基督的身体 就是关于犹太人和外汪人之间的彼此联合的真理 我们怎么知道呢 是后来在我们保罗的书信里面 我们看到保罗他说 基督用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 他又说我所传的福音 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福音 阿拉伯的三年 可能就是补回 他没有跟从耶稣 好像其他使徒一样 出来是传道的三年 但是这三年对保罗的侍奉是很重要 因为保罗得到这个启示 于是他就可以写成十三卷的保罗书信 而这十三卷的保罗书信 今天仍然影响着每一位相信主的人 安静祷告 是生命改变的重要历程 现在的人不是很安静 不能够不上网 不能够不打机 不能够不看手机 其实我也是 我都发现有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 当你忘记带电话那天 我就会有电话不起身的恐惧症 经常都会哭哭乱 又或者就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验 就是你在这里做事 就是专心做事 其实不是很专心的 因为做两下 你又拿手机看看有没有WhatsApp 做两下又看看手机 有没有人来找你 我就发现这样不行 我不想让手机捆绑 于是我就帮自己 关掉声音 都不行的 电话会闪的 画面 如果下一步 如果再不行的时候 我会关掉手机 帮自己定一个时间 就是我几个小时之后 我才去看他一次 其实没有什么紧张到 是看小一会儿的 神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 能够华丽地转过身来 安静讨告 等候聆听是重要的元素 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手上的事物 或者你的爱好 安静地去亲近主 使到信仰生命能够回身来 更加有力地去侍奉神 我说保罗是一个很华丽地转身 其实保罗有的信仰 特别旧约知识 是比你和我更加丰富 他已经明白了 是差一个点 这个点就在大马色的路上出现了 可能大家都会对信仰很清晰 但是你说 为什么今天还没有什么特别 可能你真的差一个点 那一点就是与耶稣相遇 当你这个生命还没发生的时候 我鼓励你去祷告 求主给你这个机会 让你真是认识 真是看得见主耶稣 真是明白 主是真实的 那位生命的主 在主向保罗揭示自己的同事 他也向阿拉利亚发出这个指示 其实保罗和阿拉利亚的相遇 他们见的第一次面 就是在彼此的异象里面 都挺特别 为什么耶稣不亲自吩咐保罗 告诉他三天之后 为什么会找一个平凡的信徒 去告诉他 圣经里面说到给我们听 阿拉利亚是一个虔诚的人 在《小徒行传》第22章12节 他这样形容 他说 那里有一个人名叫阿拉利亚 按照法事前成人 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 这里的阿拉利亚 圣经有很多阿拉利亚 这里的阿拉利亚 其实只是在这里出现过 当他找完保罗之后 其他地方就没有再出现过同一个人 阿拉利亚的名字 意思就是上帝是慈爱和怜悯 耶稣给保罗见到阿拉利亚 让他从阿拉利亚的名字 赏起主对他的怜悯 另一方面 主除了要改变保罗之外 主也要改变信徒对保罗的印象 当时那一刻的信徒 对保罗的印象 好让保罗能够建立对公 方便以后的行事 因为当主吩咐阿拉利亚 去直街找保罗按手在他身上的时候 其实阿拉利亚是犹疑的 因为阿拉利亚知道保罗有追杀令 在大祭司里面 拿到逮捕基督徒的那封信 他就是这个通行证 随处去捉拿基督徒 在这个时间去见保罗 不就是送羊入虎口 主怎样游说阿拉利亚去见保罗呢 第一 主说保罗正在祈祷 懂得祈祷的人 说他也有限 第二 主是主吩咐阿拉利亚去的 因为在经文里面 主跟阿拉利亚说起来 这个起来就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 你去 是主吩咐的 主不会呢 怎样去呢 去做一件不对的事 第三 保罗是主所拣选的器皿 第四 保罗要在将来 在君王 在外邦人前面传让耶稣 第五 保罗要为主的名受苦 阿拉利亚其实不知道 保罗在这个大马色路上发生的事 阿拉利亚看到的是 她眼前的困难 所以她却步 主叫她去做这个人的时候却步 但是主开她的眼睛 让她看得到更加阔 更加广的领域 今天呢 我们的事风 会不会呢 因为我的眼睛 我们看到这个困难 我们就停了在这儿呢 我们有友谊呢 我们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们原来看到一部分而已 我们看不到整个画面 如果今天呢 你是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面 愿意我们都学习阿拉利亚 我们去问神 我们看到的 是否真的这样呢 我相信神都会告诉我们 主选择阿拉利亚去使得保罗 从得势力 一方面让保罗感到 从基督徒群体中得到接纳和欢迎 按手在他身上 称呼他为弟兄 相信这个是保罗归主之后 从一个基督徒口里面 所听到的头的几个字 象征着保罗成为了初期教会的一份子 从一个反基督教的狂业分子 成为一位将会是翻天覆地 传福音的使徒 阿拉利亚这个举动就成为了很重要的 举足轻重 特别是基督教 即是教会发展的举足轻重的一个动作 很重要的深层的意义 其实在保罗生命的改变的过程里面 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是巴拿巴 在九章二十七节 里面提到保罗来到耶路撒冷 想和信徒结交的时候 结果是没有人信他 是悔改了基督徒 因为他之前太过凌厉了 迫巴基督徒迫巴德 唯独就是巴拿巴 巴拿巴引领保罗去到使徒面前 让保罗能够很畅信地 讲一次他的经历 于是使徒就相信 然后保罗就可以在 由撒冷和门徒出入来往 奉主的明放胆传道 保罗生命的转变得到顺利的过渡 亚拿尼亚和巴拿巴的辅助 是不可以抹杀的 邓忠姐妹 谁是你生命里面的亚拿尼亚和巴拿巴 一个信徒生命能够完全转变 是需要有人这样去帮助 可能你说 我都需要一个阿拿尼亚和巴拿巴 我又鼓励你 求闻神 向神说 让神为你预备一个 我们有没有这个胸襟和心理准备 好像阿拿尼亚和巴拿巴一样 去帮助一些 看来好像不是太受欢迎 或者是麻麻烦烦的 帝英姐妹 去接纳他们 甚至接待他们 让他们能够转过身来 以至成为热心事主的信徒 在九章十七节 那里提到阿拿尼亚按手在保罗身上 保罗的眼睛就好像有轮 就掉下来了 于是他就能够看一件 接着又被圣灵充满 信仰生命的改变的另一个阶段 保罗被圣灵充满 信主的人 信仰生命的另一个阶段 就是被圣灵充满 圣灵充满其实在初期教会的信徒身份的象征 是一个印记 他们因为圣灵的能力 能够做很多超自然的事情 比如说医病 说鬼 说谎言 今天我们信主的人 亦都需要被圣灵充满 但是来得没那么超自然 我们怎样知道一位信徒是被圣灵充满呢? 其实可以看看他对主的话语 有多顺服和明白 被圣灵充满的人 他们必定是信从神的说话 听他说的东西 然后将主的道放在生命的里面 走出来 让人清清楚楚地见到 保罗被圣灵充满 然后被接纳之后 他随即接受水礼 水礼不单止有与主同死同埋葬的意思 也象征着信徒的连结 在《二彼所书》第四章五节那里说到 一主、一信、一洗、一臣 将众人贯穿起来 这个贯穿意味着信主的人 同在主的任备之下承受着恩典和保护 就好像一个家人 一家人在爸爸的任备下安全地生活一样 所以洗礼其实就等同基督徒 接纳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 对保罗而言 就是一个新的关系开始 我们看到保罗信主的过程 其实我们看到原来有步骤可循的 我们先温一温先好吗 我们看到保罗的改变 是从与主传接接触开始 真的认识耶稣 不是只是听是见到 第二就是知道自己的过犯 知道自己是做错了 第三是顺服听命 问主我应该做什么 第四是安静与主共话 等候聆听神说话 第五就是信徒相交 彼此接纳互相帮助 第六就是圣灵充满 听主的说话行主的道 第七就是接受水利 加入教会 弟兄姐妹 今天你的信仰情况是怎样呢 会不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特别 热成也没有什么充劲 其实可能我们借一借保罗的经历 我们认读一认读 究竟我是哪个阶段 哪个阶段有问题 哪个阶段未得呢 是否在第一点 还未真是认识主耶稣呢 还是还是圣灵充满 原来是除了听之外还要走的 究竟哪里呢 到底哪里呢 就生命都完全不一样了 从追杀的基督徒开始 到了信了主之后 经历改变之后呢 成为一个被追杀的仕途 保罗和大马式的门徒 圣经讲呢 他住了一些日子之后呢 随即就去在各个会堂 传耶稣传福音 说他是神的儿子 结果呢 就遭到信徒的质疑了 现在反过来 之前他质疑人 现在人质疑他 因为呢 众人都知道 他是拿着大祭司的权柄 来捉基督徒的嘛 但保罗呢 却有力地呢 是传扬着耶稣是基督 博导 经文里面 博导的原文 其实有混乱的意思 保罗写到信徒呢 混乱起来了 是因为呢 他们所认识的保罗呢 本来呢 是基督的敌人 现在呢 就转为呢 成为呢 是传耶稣的一个人 传得有文有路又有力 所以呢 使他们呢 混淆 使那些仕途混淆的 不是福音 而是保罗这个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保罗在阿拉伯 等了三年 然后回到去 大马式传扬耶稣 为神的儿子 结果引起杀基 那些犹太人呢 开始呢 上法子呢 是要杀他了 回想昔日 保罗自己追杀基督徒 今天自己就成为了 被追杀的仕途 他的门徒知道了之后呢 就想佛子呢 是帮他呢 是脱险 于是呢 保罗就去到呢 回到大数 往后的仕途行转的经文 就开始呢 就是呢 记载了保罗呢 三次 巡回的这个报道 也都是呢 是教会历史发展的 重要的一个 报道的一个记录 保罗呢 在临前第九章 十六至十七节 他说到说 我传福音缘有可夸的 因为我不是得 我是不得已的 若不传福音 我便又祸了 我若甘心做这事 就又上次 若不甘心 责任却已经托付我了 若不甘心 保罗昔日呢 是呢 要以这个的 千灭这个的福音为己任 转变过来的时候呢 他将全福音成为 他生命重要的那件事情 不做不行 转变点 是在呢 保罗真正遇上主 让我们呢 透过保罗呢 我们今天呢 我们思想 我们的信仰心明 愿意我们呢 都可以 学像保罗一样 真正呢 是见到耶稣 让我们同心祷告 保罗遇到主之后呢 三天的禁食祷告 在开始传道生涯之前呢 他也都去到 去了阿拉伯三年 让主呢 有时间将他 要做的事情 清楚显明在他的眼前 你有没有在主的里面 有足够的时间安静呢 好 让主给你 清晰的指示 新年就来来了 你会不会呢 愿意放下你手上的事 不上网 不打机 不看电话 给一些时间 神和自己讲话 看看主 其实 想要你做些什么呢 如果有弟兄姊妹 你愿意在新年的假期 去分辨一段时间出来 给神和你 一起去接触的 请你举手 我会为你这段时间去祷告 见到感谢主 见到 保罗在信仰上 能够华丽地转过身来 阿拉伯和巴拿巴 给了他很重要的帮助 你生命的里面 谁是你的阿拉伯和巴拿巴呢 你是不是都想 有一个这样的帮助呢 愿意你都向神 去说出你的心性 我又问呢 你愿不愿意成为别人的阿拉伯和巴拿巴 去接纳那些 看起来麻麻烦烦 又不是太讨好的弟兄姊妹 使他们可以在信仰的上高 很华丽地转过身来 成为与以前不一样的信徒呢 如果你愿意这样去接待弟兄姊妹的 请你举起手来 我会为主去 因为你的愿意 是求主加能赤力给你 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呢 提到 感谢主 亲爱主我们多谢你 今天从保罗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再一次看到 生命的转变的历程 神爱我特别为到 刚才举起手的弟兄姊妹 去祷告你 那些愿意在新年的时间 他们愿意将一段时间 分辨出来 是给你的 我愿意为他们的这段时间祷告 让他们一段时间 跟你相遇的时候 他们是能够 真的见得到你 听到你 跟他们说话 这段时间是 是有果效的 是有力的 以至他们懂得 前面要走的路是怎样 我亦都为到 那些举起手来 愿意成为别人 阿拉利亚和巴拿巴的弟兄姊妹 祷告你 求你祝福他们 祝福他们 有这份接待的力量 足够的爱心 勇敢的 面对不艰难的勇气 让他们可以成为别人的 阿拉利亚和巴拿巴 可以帮助信徒 转过身来 成为一个 不一样的生命的基督徒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是奉我主基督命之而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收督秧之后 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